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三字动词骗语 像这些都是固定的写法 第一个 take care of 照顾 后面要接人 pay attention to 也是要接什么事物 get away from 离开什么地方 be afraid of 害怕什么事情 be interested in 对什么有兴趣 be found of 喜欢 同学有没有发现 三字动词骗语 它是怎么产生的 你有没有发现 它最后一个字都是介绍词 介绍词 所以介绍词后面一定会加名词 或者是动名词 这个请同学要特别留意一下 家具我们来看一下概念 第一题 his parents get old 他的双亲慢慢老了 so 这个是对等子句 所以he has to take care of them 所以他必须要怎样 要照顾他们 这个是我们第一题的一个动词的答案 就是take care of 再看第二题 when you exercise 你运动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呢 这个是指表时间的副词指句 所以当你运动时 你必须要怎样 要pay attention to pay attention to是要留意 要注意安全 好 再来看第三题 I like English 我喜欢英文 but 这是对等子句 表示相反的意味 但是呢 我很害怕讲英文 害怕英文的写法是 be afraid of 害怕讲英文是 我们台湾学生 这个的通病 如果同学想要学讲英文 比较好的办法就是 对的课文呢 一直朗读 不断的朗读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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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有机会碰到外国人的时候 你会突然间 讲的比较流畅 那就是靠朗读 第四题 she gets away from gets away from 就是离开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是用from的 the city 它离开都市 然后and 对等 子句又出来了 用and连接 离开都市 然后住在哪里 live in the quiet country 住在一个宁静的乡下去了 好 这是第四题的 get away from 离开 第五题的 children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这个答错了 那是改成ed 因为这是讲小孩子 小孩子 特别对什么有兴趣 这是一个片语 are interested in 小孩子特别对 ice cream ice cream 是冰淇淋 特别有兴趣 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 第六题 Mr. Lin is very fond of 这是一直 fond of fond of是什么意思 喜欢 所以呢 林先生特别喜欢 你看off后面出现的是 eating 动名词 所以一定要记住 这些字后面 一定有名词 如果是有牵扯动作 就会用动名词 像这里就eating 喜欢吃 eating steak 吃牛排 and noodle 面 如果你要是牛肉面 你这边就可以加一个 beef noodle 也可以 ok 第七题 to grow up with group of with 是什么意思 跟什么一起成长 group of是长大 with是跟什么一起成长 with many animals at home 这什么意思 在家里 跟那些很多动物 一起成长 这些动物 大概就是你的宠物了 and the nose 所以他说 Gin呢 这个 记住 这个是什么啊 过去式 好 他以前 是在 家里呢 跟一些宠物 一起成长的 and the nose 现在这个现在 no是现在 他现在 就知道了 如何 how to 如何去怎样 照顾 这个 pat 是宠物 那么英文的习惯是这样子 这个题是 过去式 他以前 从小跟动物一起长大 那现在 时代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要加一个 d点 这样是比较正确的 那么and 就是对等子句 接触另外一个句子 这个no是已经转到现在来了 所以两边时代不一样的时候 常常会在前面加一个d点 分开这个时代的概念 好了 这就是如何去照顾宠物 所以答案是选3 as belong to 属于 不同 属于宠物 不合理 get away from 是远离宠物 也不对 因为他 在家跟宠物一起成长 一起长大 第四个 wake up 醒来 当然就三比较好 第八题 离家在外读书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老师有讲过 看中文 要了解他的内涵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离家在外读书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副词子句 那有没有看到主词 没有 为什么没有主词 省略掉了 所以我曾经讲过 中文的主词常常省略 可是英文的主词 要补上去 这就是中英文结构 不同的地方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答案 写出来吧 离家是谁 当你 好 混油 when study 读书 按部就班来 连接词 写完主词 写完动词 主词补进去 动词是读书 哪里 离开家 离开家 英文的写法就是 away from home 我们千万不要再来一个get 因为已经有动词了 所以这个get就不能再用了 直接用这个片语 away from 离开 这样就对了 这个前面就是副词子句 好 后半段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好 you 要是必须要 或者是应该要 因此助动词 我们要用must 或者是you should must should 助动词后面要加原型动词 照顾 take care of yourself 这是单数 照顾你自己 这个可能是妈妈 对孩子的叮咛 你在外面读书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好 有个同学会写说 我是好好照顾你自己 应该加一个什么 will 对不对 这个是错的 will是修饰动词 我们这边的好好照顾 英文的写法是 take good care of 它是来修饰名词 要用形容词 而不是用动词will 修饰这个take 所以呢 碰到这样子的题目 我们要特别小心 英文好好照顾自己 就是用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而不是用will 老师看了一下题目 第四题的 这个she gets away from the city she 是第三人称单数 and 对等连接词 连接这个主持 跟前面一样 可以省略 但是呢 leaf是三人称 所以 我们要加一个s 才是正确的 这个 要留意 好 我们 三字动词片语 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是三人称单 感谢您的观看